一年,世间百态,年轻无畏,传承与创造,才是年轻正确的打开方式 一年,世间百态,年轻无畏,传承,创造,才是年轻人正确的打开方式 内娱中,年轻人比比皆是,可是真正让你感受到,有见数的却数不多 宗其原因,就是不够独特跟有实力,内娱,年轻一人比比皆是,可是真正让你感受到,有见的却为数不多 宗其原因,就是不够独特跟有实,这个时代不缺好看的面孔,缺的是有颜值有灵,有个性的存在 这个时代不缺好看的面孔,缺的,有颜值有灵魂有个性的存在 王一博能够坐上留这个位置,可以说因为他的流量背后,是他时后级储备的粮仓 王一博能够坐上顶流这个位,可以说因为他的流量背后,是他实力后级储备,粮仓 他无需别人吹,因为确实牛,一个第一眼可,无法掳获人心 但是却能越看越耐看,这是他在,种的爱豆浓妆后,带来的经验魅力 他无需别人,因为确实牛,一个第一眼可能无法掳获人心 但却能越看越耐看,这是他在过种的爱豆浓妆后,来的经验魅力 同时呢,他最大的吸引人喜欢跟住的地方,就是他的能力 同时呢,他最大的吸引喜欢跟专注的地方,就是他的能力 01,装发造型01,装造型王一博是小妖见过最能折腾的一位艺人 爱豆的时候,他可以各种颜色,各种发型不停长 王一博是小妖见过最能折腾的一位艺人,做爱的时候,他可以各种颜色,各种发型不停尝试 完,融合掉了浓妆下的娘里娘气,他成就了哪怕过妆容,都不觉得违和,依旧保持了男性的魅力 所完美融合掉了浓妆下的娘里娘气,他成就了哪过种妆容,都不觉得违和,依旧保持了男性的魅力 所在,荷尔蒙系少年感,不过是一个妆容而已,在一博这里可以轻松切换 荷尔蒙系少年感,不过一个妆容而已,在王一博这里可以轻松切换 025魅力,02舞台魅力,王一博的舞台表现力,总会让人一由心,每首歌,他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王一博舞台表现力,总会让人积一由心,每首歌,他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上过天,下过地,入过水,就差雨火,合了,上过天,下过地,入过水,就差雨火融合了 龙里,人家从半空腾跳而下的那一刻,着实应景了,首歌的精髓 龙泉里,人家从半空腾跳而下的那刻,着实应景了这首歌的精髓 五感的水舞台,那击起来水花,不知道让多少人心花怒放了 五感的水舞台,那击起来水花,不知道让多少人心花怒放了 我的世界守则,堪称从天而降,被他那王者霸气给吸引 哭到天上去,又从天上来 我的世界守则,堪称从天而降,被他那王者霸气给吸引 哭到天上去,又从天上来 特别是那个好空翻,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这般无所畏惧 特别是那个好空翻,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就是这般无所畏惧 年少无畏,有想法有创意 在王一博的歌曲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太多 年少无畏,有想法有创意 在王一博的歌曲舞台,我们看到了太多 喜欢他突破自我,大胆尝试的法 更喜欢他敢于创新又表达自我的态度 喜欢突破自我,大胆尝试的想法 更喜欢他敢于创新表达自我的态度 酷的人就该做酷的事 这个绝不假,在王一博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酷的人该做酷的事 这个绝对不假,在王一博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证 03,表演上的尝试 03,表演上的尝试 如果年少无畏,王一博绝对是配得上这个词 如果说少无畏,王一博绝对是配得上这个词 他的长相是一副硬汉脸 却在冰于火中,为我们带来了奸正义的警察 在抉择中,扛起木桩,雨中摸爬打滚 各坚定眼神,瞬间化身革命先烈,坚守道义 他的像不是一副硬汉脸 却在冰于火中,为我们带来坚守正义的警察 在抉择中,扛起木桩,雨中摸爬滚 一个坚定眼神,瞬间化身革命先烈,坚守道义 爱折腾自己,也敢于选择尝试 这就是年少无畏,力满满的青年人 他爱折腾自己,也敢于选择尝 这就是年少无畏,活力满满的青年人 他不会选,墨守成规 尝试各个领域,凡是他认定喜欢,觉得 的事,他都去做 你说他喜欢折腾也好,好动也罢 不会选择墨守成规,尝试各个领域 凡是他认定,欢,觉得酷的事 他都去做,你说他喜欢折腾也好,动也罢 但是他带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惊喜,这个不可否认 但是他带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惊喜,这你不可否认 他是内娱中,跨圈最多的艺人,也是得最出色的一位 因为王一博生性好动,又有责感 他是内娱中,跨圈最多的艺人,也是做得最初的一位 因为王一博生性好动,又有责任感 所涉及的领域,他不是说去玩的,从来不敷衍,不搪塞 既然选择了,就一定会做好,做到自己的极致 所涉及的领域,他不是说去玩的,从来不敷衍,不搪塞 既然选择了,就一定会做好,做到自己的极致 他足够个性有态度,独树一致却又谦逊低调 他没有对标任何人,始终在与自我来对照 他足够个性有态度,独树一致却又谦逊低调 他有对标任何人,始终在与自我来对照 你说他终究活成了自我,这是对的 在他的中,动这个词一直在活跃着 你说他终究活成了自我,这是对的 在他的中,动这个词一直在活跃着 所以呢,请别用世俗化的想法来看待他 他活成了自我想要的模样,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态度 所以呢,请别用世俗化的想法来看待他 他活成了自我想要的模样,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态度 我们更应该要学着认识自己,遵循自我的内心 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才可以 你说呢? 我们更应该要学着认识自己,遵循自我内心 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才可以 你说呢?